亲子关系中相当重要的一点,即为父母者在自我和孩子之间的平衡,这事关爱和牺牲。 亲生父母的爱包含着爱情和亲情,但继父母则需出于爱情产生亲情,承担别人的孩子需要深厚的爱和巨大的勇气,交付自己的孩子更加需要。 大家好,我是阿易,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部温柔又治愈的家庭电影《真爱童心》。 贾基是陆克的前任妻子,她为她生下一对儿女,精心操持家务,却终于性格不合而宣告婚姻失败。 离婚三年来,儿女一直由贾基和陆克轮番照料,生活倒也波澜不惊,直到摄影师依莎贝尔与陆克相恋,两方的矛盾开始繁衍激化。 依莎贝尔搬到了陆克家里,一心一意要做一个合格的继母,即使她没有多少持家经验,但还是设法和孩子们快乐相处,让他们接受自己。 可事与愿违,在孩子的心中,谁也无法替代生母贾基的地位,更何况依莎贝尔总是将一切弄得手忙脚乱,担心孩子被抢走的贾基也看她很不顺眼。 安娜讨厌伊莎贝尔,希望父母复合,因为复杂的家庭情况,最近她的学习成绩明显下滑,老师将贾基和陆克叫来,想要好好沟通一下,但话还没有说几句,这对父母就先吵了起来。 老师一眼就看出了他们争吵的问题所在,陆克总是在说自己的生活和需要,安娜的需求却被无视了。 在他看来,安娜这种情况,是因为被夹在了贾基和伊莎贝尔之间才会如此。 陆克并没有否认,他能理解为什么,也明白贾基的心情。 看到自己的孩子被别的女人照料,还是一个没经验的母亲,贾基的心中当然会充满敌意和防备。 晚上,贾基和安娜谈起这件事,安娜说自己不会因为伊莎贝尔心烦,贾基让她不要说谎,那样她会伤心。 安娜不知道怎么向母亲形容自己的心情,她以为她在学校大声说出来,父母复合的愿望就能成真。 贾基摸了摸她的头发,一切她都明白。 伊莎贝尔也为自己和孩子的相处,心烦意乱。 陆克从细微之处流露的不信任,更让她生气。 在陆克看来,孩子对伊莎贝尔是个大麻烦,所以她尽可能避免伊莎贝尔和孩子相处。 但这无异于告诉孩子,你可以继续恨她。 就好像家庭的矛盾对贾基和陆克都很复杂,对伊莎贝尔却很简单,因为她没生过小孩。 她生气地打断陆克的话,让她不要再自作主张地插手。 陆克反思了自己的错误,答应了。 周末,陆克带着孩子去公园放船玩,安娜问她,伊莎贝尔为什么要搬进来住? 明明她已经和妈妈在一起了。 陆克耐心地向她解释,她和贾基性格不合,强行绑在一起的婚姻也只会带给孩子痛苦。 巴恩同言同语说,自己也总和安娜吵架,难道夫妻就能轻易分离吗? 可人际关系是会随着人的长大变得复杂的。 陆克和贾基依旧有感情,只是不适合再做夫妻,但他们一定会一直爱着孩子们。 为了和孩子们打好关系,伊莎贝尔特意找来了一只小狗。 巴恩高兴不已,安娜却油言不尽,还对伊莎贝尔恶语相向。 无法忍耐的伊莎贝尔嘴快道,我幸好不是你的妈妈。 听见这话的安娜直接愣住,气愤地将她赶出了自己的房间。 伊莎贝尔无奈地去给班讲睡前故事,却因为太劳累自己先睡了过去,幻想自己是魔法师的班当即大惊。 大呼小叫去找安娜,说自己杀了伊莎贝尔。 实际上对方仅仅是喝了口她做的咖啡。 轮到甲鸡照料的日子,伊莎贝尔将孩子们送了过来。 这几天她又和安娜发生了矛盾,甲鸡埋怨她太以自我为中心,根本不适合做一个母亲。 伊莎贝尔指责她,有什么状况都只会长篇大论,两人互相数落一番,不欢而散。 晚上,甲鸡和安娜简单聊了会儿天,安娜脸上全是对母亲的依恋。 她问甲鸡,周六能不能和她一起去玩。 甲鸡欣然应允,但她那天有事,安娜要先跟着伊莎贝尔。 一听到这个名字,安娜就觉得糟透了。 到了周六,伊莎贝尔忙着摄影工作,安娜和弟弟待在一旁百无聊赖。 为了安抚他们,伊莎贝尔丢过去自己的零钱包,让他们自己买东西吃。 等她结束工作却发现班不见了。 她和安娜跑遍了乐园的很多地方,也通知了甲鸡和陆克。 最后是警察带回了班。 这件事让甲鸡愤怒不已,她不允许这种不负责任的人在靠近自己的孩子, 甚至想要去找律师对博公堂。 伊莎贝尔主动揽过责任道歉,但这并不能挽回僵硬的局面。 甲鸡带走了两个孩子,班主动坦白是自己要乱跑的。 可伊莎贝尔继母的身份对甲鸡来说就是原罪。 班不明白大人之间的弯弯绕绕,其实她挺喜欢漂亮还会陪她胡闹的伊莎贝尔。 最后她告诉母亲,如果你要我恨她的话,我会照着你的话去做。 陆克在夜里来给安娜送东西,得知甲鸡已经在和律师接洽了。 她请求她给伊莎贝尔一个学习的机会。 甲鸡毫不客气嘲讽,水智学的都比她快。 话不投机的两人又吵了起来。 最后是陆克低声下气地恳求她,请她至少为她和孩子退步一次。 她卑微的深情最终让甲鸡动摇了。 她告诉陆克这是最后一次。 接到学校的打来的电话时, 伊莎贝尔从来没有想过,甲鸡居然会忘记接小孩这件事。 她怀着奇妙的心情,急匆匆赶往学校, 没有发现身后的上司不满的目光。 班和安娜对甲鸡的缺席感到失望。 伊莎贝尔撒谎,安慰他们, 其实是自己和甲鸡换了班,又因为工作忙碌,忘记了时间。 恰好甲鸡在这时出现,两个孩子立刻扑进了生母的怀抱。 留伊莎贝尔一个人神情黯然。 下午的事让甲鸡和伊莎贝尔的矛盾缓和了很多, 她甚至主动来找伊莎贝尔来带孩子, 以防万一也将自己的联系方式留了下来。 伊莎贝尔提起自己周四想带安娜去看演唱会, 她想通过这个方式增进自己和孩子的感情。 甲鸡面上嗤之以鼻,实则心中复杂无比。 到了那天,说去办事的她却出现在医院。 她的主治医生遗憾地通知她, 甲鸡几年前做的肿瘤手术, 癌细胞扩散了。 命运像是给她开了个荒唐的玩笑, 医生让她考虑好把病情告诉家人。 不论甲鸡自己愿意与否, 这都是迟早要说出的事。 她斟酌许久,约了陆克想要坦白病情。 陆克却先一步开口, 说她打算和伊莎贝尔求婚。 甲鸡原本想好的说辞, 一下就堵在了喉咙里。 她想说什么,又眼眶含泪。 她问陆克, 你为什么对这次的婚姻有信心? 陆克张口欲言, 最终却什么都没说。 伊莎贝尔接受了陆克甜蜜的求婚, 安娜和班被大人的决定冲击的头约目眩。 她质问父母, 为什么从不考虑他们的意见? 甲鸡开导她, 人生不如一事, 十之八九, 很多事都是不公平的。 况且平心而论, 伊莎贝尔为陆克和他们付出了很多, 她可以尝试发掘伊莎贝尔好的一面。 母亲说的这些道理, 安娜其实都懂, 只是她一时间难以接受。 但她答应尝试会去了解伊莎贝尔, 她想就当是为了甲鸡, 去除了偏见, 发现他人的闪光点的速度是很快的。 安娜很快就被伊莎贝尔的艺术审美征服了, 她还会带她去做很多出格的事。 甲鸡高兴于她重新变得开朗, 心中的恐慌也在不知不觉中蔓延。 伊莎贝尔偶尔也觉得心力交瘁, 无论她这个后母怎么努力, 在孩子们的心里都永远比不上甲鸡。 为了隐瞒病情, 甲鸡不得不脱借口, 离家治疗。 一无所知的班总是在等着她的电话, 她会和甲鸡说自己有心电感应, 说我知道你在想我, 她期待着和妈妈的见面。 听到这些话的甲鸡总是忍不住流泪, 除了差劲的脸色, 她将一切瞒得很好。 其他人也只是疑惑, 为什么最近总不见她的人影。 这天,班和朋友打闹时不小心受了伤, 甲鸡和陆克忙着去前台缴费, 留下伊莎贝尔和班独处。 班期待地问她, 能不能让爸爸在圣诞节送她一支白鸡, 这可是魔术师的梦想, 还让伊莎贝尔唱歌给她听。 以前她受伤时, 甲鸡就会这么做。 伊莎贝尔笑着答应了, 独流赶来的甲鸡看到这副母子温情的场面, 心中恍然却步。 再一次感到精力不济时, 甲鸡不得不打电话给伊莎贝尔, 拜托她顶替自己, 解送班参加同学的生日。 做完这一切后, 她又感到愤怒, 生气地将家里砸了个乱七八糟。 回头见到伊莎贝尔和班时, 她装作风平浪静。 伊莎贝尔却发现了, 她放在椅子上的信, 和机票, 不过她误以为甲鸡是谈了个新的男朋友。 甲鸡先是因为她乱翻自己的东西生气, 发现她误会后, 又觉得好笑, 最后她干脆说开了, 像是放下心里的一块玩石。 刘伊莎贝尔惊讶到说不出话, 知道这件事的陆克表示, 他们会一直陪着她, 让甲鸡独自对抗病魔实在太残忍了。 至于孩子, 他们商讨过后, 决定如实说出真相, 安娜和班已经到了可以独自面对的年纪。 陆克叹息道, 应该是我得病, 而不是你。 甲鸡平淡地附和她的话, 像以前一样。 接受母亲患癌症这件事并不容易, 伤心的安娜口不择言, 说甲鸡要死了, 伊莎贝尔才是他们的母亲。 被刺痛的甲鸡愣愣地留在原地, 回到自己房间的安娜心神不宁。 目的, 她听到有音乐声在门外缓绕, 出来就看到甲鸡和班再歌再舞的样子。 安娜刚想说什么, 就被他们怪异的舞姿逗笑, 母子三人在诺大的房间里嬉笑打闹, 将床帘当作批驳舞得尽兴昂扬, 好像要借此驱散所有的阴霾与恐惧。 感恩节时, 学校组织了文艺会演, 伊莎贝尔和贾基携手观看了这场演出。 贾基还从伊莎贝尔那里得知, 安娜在和身边的男同学有些小暧昧。 她不由地笑了, 她们还是小学生呢。 晚上, 外面下了雪, 贾基从被窝里挖出熟睡的安娜, 带着她一起骑马赏外面的月光与雪花。 淡薄如雾的月光里, 只有她们香薇的身影。 安娜知道, 她会永远记住, 记住此刻。 伊莎贝尔被公司开除了, 和陆克在一起后, 为了照顾孩子, 她总是迟到早退。 虽然她在工作上的灵气依旧, 但上司认为她的能力已经在逐步下降。 得知这个决定的伊莎贝尔想要解释, 又无话可说。 她知道上司这个决定, 未尝没有公报私仇的意思。 她平静地开车去了安娜的学校, 到了地方却发现, 安娜正伤心地哭泣不止。 原先她有好感的那个男孩, 最近变得特别讨厌。 安娜遵循假机的叮嘱, 没有理会对方。 那个男孩却变本加厉, 用乌言会语骂他。 伊莎贝尔生气地骂了句, 男人都是混球。 看安娜伤心的样子, 想了个主意帮他出气。 她告诉安娜, 下次见到对方时, 一定要摆出高高在上的不屑姿态, 鄙视对方的浅薄和对女人的无知。 还要表示自己值得更好, 更帅的男孩来喜欢。 当时会有骑着单车的帅哥在门口等他。 安娜需要做的, 就是摆出最云淡风轻的姿态。 这个由他们亲手编写的爽文结局, 逗得安娜大笑不已。 假机的新一期治疗终于结束了, 她被孩子们簇拥着回了家, 进门时被十几张安娜, 和班的等身力牌经在原地。 看着这些被定格的影像, 就好像她错过的那些时光也被密布回来了。 班告诉妈妈, 这些都是依莎贝尔做的, 而依莎贝尔早就悄悄离开, 给他们留出空间。 假机却在她身后叫住了她, 我在准备圣诞节礼物, 最近没有和孩子们拍过照, 你可以帮我们拍张照吗? 她如此说着, 但他们都知道, 这只是假机想让依莎贝尔参与到相处中的托词。 依莎贝尔的镜头像是忠实的记录着, 那些大大小小的快乐瞬间都被她停留下来。 假机看着滑冰场上的儿女面露笑意, 和依莎贝尔讲述自己生他们时的趣事。 例如足足花了28小时才出生的安娜, 例如墙宝像是魔法师斗篷的般, 她将这些细细碎碎的事情一一讲给依莎贝尔, 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告诉她的孩子们的另一个母亲。 新的治疗手段也失去了效果, 假机最终拒绝了医生远赴瑞士求医的建议。 圣诞节就要到了, 她想多陪陪自己的家人。 路克不希望她放弃治疗, 这个家缺失了她, 要怎么办呢? 听到这话的假机愧疚地转过了脸, 其实路克是一个很好的父亲, 是她一直没给她机会让她知道这件事。 路克淡然一笑, 时间过去很久, 分不清对与错, 一切都过去了。 安娜和依莎贝尔精心策划的复仇计划完美实施, 依莎贝尔特意请了有名的男模来做演员, 还在一旁激动地围观。 至于那个出口不逊的男孩, 早在发现朱玉在侧后, 就自残行贿离开了。 安娜的小姐妹们大声欢呼着胜利, 来见孩子的假机也看到了这场闹剧。 她看着安娜和依莎贝尔欣喜地相拥, 心中酸楚交织成网。 依莎贝尔做得很好, 为孩子们撑腰, 却让她在孩子们面前变成了孬肿, 变成了一个不在乎孩子心中苦楚的母亲。 她司令内人地指责依莎贝尔, 说她让孩子学会了撒谎, 却被依莎贝尔毫不留情地戳穿了。 说什么让孩子去过自己的人生, 假机想让安娜过的明明是她的人生, 假机却说依莎贝尔将安娜变成了她。 话一出口, 依莎贝尔恍然大悟, 原来假机介意的一直是这一件事, 她不愿意孩子变成依莎贝尔的模样, 可依莎贝尔也不曾愿意过, 说来说去, 变成谁都只和孩子自己有关。 她也一直在努力让孩子们接受自己, 但她的一切行为都是以小孩为先的。 夜里, 假机来到班的卧房, 细心帮她掩好背脚后, 又看向安娜。 在这个万籁聚集的夜晚, 她忽然就沉默了, 等她离开, 她的孩子们要何去何从呢? 她思索了很久, 将依莎贝尔约了出来。 这还是这两个女人第一次正式的, 平心静气的交谈。 假机先开了口, 当初在乐园里, 她指控依莎贝尔弄丢了班, 其实她自己也曾在菜市场将孩子弄丢过, 只是班只记得她找到了她, 而这一切她都没有告诉依莎贝尔, 原因彼此都心知肚明。 依莎贝尔沉默后开口, 她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做他们的母亲, 和假机共同养育孩子是一回事, 清楚自己一辈子都要和她比较。 做事时, 永远有一个声音说, 假机是如何处理的, 又是一回事。 雪原的羁绊难以逾越, 她一想到等安娜长大成人要出嫁时, 心中却在想着, 希望我妈能在场, 她的心里就会不由自主地害怕。 而假机, 她害怕安娜不这么想, 这是两个母亲的拉扯, 依莎贝尔宁愿自己一开始就不这么想。 假机却告诉她, 安娜不必做选择, 她可以同时拥有两个妈妈。 假机拥有她的过去, 依莎贝尔却可以参与她的未来。 圣诞节在千呼万唤中到来了, 搬的礼物是她心心念念的白鸽, 还有假机为她准备的魔法师斗篷, 上面印着她出生时和母亲的合照。 她看着病容憔悴的假机, 知道她快要死了。 假机却告诉她, 毛毛虫最后会变成蝴蝶, 而她死后也会像蝴蝶一样飞往另一个世界。 就算没有实体, 爱也依然存在。 而伟大的魔术师明白, 离开的母亲会在心中长存。 她们相拥在一起, 安娜在一旁默默看着这一幕。 假机为她准备的礼物是一条薄贝, 上面的印花是她成长中每一个重要的瞬间。 第一次走路, 出生的第一百天。 安娜哭着说不想和假机说再见, 她们约定以后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也都要分享, 每天都要在心里想念着对方。 交换完礼物, 一家人其乐融融, 依莎贝尔组织着大家一起拍张全家福, 她站在摄像机前长着镜头, 假机却突然开口, 来张全家福吧, 依莎贝尔。 依莎贝尔脸上神色几度变化, 最后定格成高兴, 这个五人的特殊家庭一起拍了张全家福。 生母与继母 从来都是物理和情感的两极, 没有人不会被依莎贝尔的付出感动, 无论自始至终如何努力, 都在跟一个亲生妈妈较量, 可面目伶俐, 高高在上的假机, 却也值得我们为之哭泣。 因为后妈始终焦虑的是被接受, 生母却要挣扎在孤独和放手的深渊里。 母爱是不分高低贵贱的, 一个母亲可以伶俐, 可以脆弱, 可以不美丽, 却一定高贵。 在家庭内部的纷争里, 那些原始的, 新生的, 子女的, 和父母的, 所有的抗拒和厌恶最终都会溶解, 只留下亲人之间的柔软感动。 而我们需要做的, 就是珍惜每一个身边的爱自己的人。 好了,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 喜欢的小伙伴也一定要继续关注阿姨。 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, 等着你们。